很可能这种丹药啊 它就有刺激中毒神经 让人兴奋的这么一种作用 即便是没有呢 这些贼道士们 也完全可以往里添加一些 让人兴奋的药物 比如说春药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今天呀咱们继续聊着 雍正皇帝死亡之谜 上文书发出去以后啊 就有很多好朋友追着我说 说你知道吗 这雍正皇帝 也实际上啊是单独而死 服用过量的丹药之后 导致慢性的铅拱 以及其他的重金属中毒 行 他既然有好朋友提出来了吗 咱们呢就重点的分析这一条 那么这雍正皇帝 他到底服不服用丹药呢 当然服了 这雍正皇帝痴迷炼丹复丹 一直可以追溯到雍正前邸之时 那会儿啊还不是雍正皇帝呢 那会儿叫四皇子雍亲王印针 当皇子的时候啊 这四王爷就写过一首鱼之诗 这诗的名字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个诗的名字啊 就叫做烧丹 千沙和药物 松柏绕云潭 炉运阴阳火 攻坚内外丹 这首诗呢在诗运上虽然跳不出毛病啊 但是格调并不高 读起来啊挺索然无味的 吴飞呢就是介绍了一下是怎么炼丹的 他说这炼丹呢本身也不是很复杂 你首先呢你先得啊筑建一个发坛 发坛上呢当然得摆着丹炉了 炼丹的原料呢也并不是很难寻 无非啊就是这千矿 还有丹沙朱沙 当然了这不同的这个丹药的功效啊 还得添加不同的药物 至于炼丹的燃料呢也很简单 木柴就行 松树百树都无所谓 并不像啊有的人传说中的那样 是嘉靖皇帝啊一年买燃料的费用啊 就是十六万两白银 那这些钱买的的燃料呢 是不是都是蜡烛啊 在这诗里边还说啊 这炼丹的关键啊 在于啊这个炉火的掌握 得用阴阳火 什么叫阴阳火啊 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啊 这炉里边的火啊得旺 得起火苗子 有的时候就不行 得把这火苗子盖下去 用这个炭火慢培 这就叫做阴阳火 那炼出来的是什么呢 它炼出来的就叫做外丹 就是啊为了弥补这个人的内丹不足 而服用的神样 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十六 康熙皇帝啊 驾崩在畅春园的清晰书屋 雍正皇帝登基 闪亮登场 成了这硕大清帝国的实际掌权人 当上了皇帝之后 这四爷才发现 这皇上不好干 最起码啊 他不轻松 自己啊 因为九子夺敌一事 术的政敌太多 阿其那赛子黑 在朝政当中从中彻肘不说呀 就连自己的亲弟弟 曾经的大将军王允提 还有自个儿的亲儿子 红石 这样自己的至亲们都憋着害自己 雍正皇帝谁也信不过 导致啊 这众多朝政都需要皇帝一人料理 病了 这身体啊 他一天不如一天 您想他能不病吗 累病的呀 雍正皇帝也从雍正七年的时候开始生病 宫中的御医也没少挨骂 为什么呀 因为开的药方儿啊 是一点用都没有 到了雍正八年六月份的时候 这雍正皇帝的病情加重 据宫里太监传出来的消息啊 说这皇上自个儿也很着急 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 时不时的就跟那个皇后 跟那个内侍们啊 交代自己的后事 哎 也就是在这一年 雍正皇帝的宠臣浙江总督李渭 推荐了白云冠的道士贾世芳 进到这紫禁城内宫当中 给雍正皇帝调理身体治疗疾病 您别说这雍正皇帝的病情 贾世芳接手之后啊 雍正皇帝确实有了好转 这贾世芳贾道爷呀 一看自个儿的治疗方案 在皇上身上有了效果 一下子就飘了起来了 经常啊 借着此事在宫里散布歪理学说 不是说这皇上中了邪了呀 就是说这皇宫里闹了鬼了 好家活在那挺大一皇上 他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道士 在自己的这皇宫当中 散布这种怪力乱神呢 再者了 这贾世芳接手这雍正病情的以后啊 雍正的病并没有完全康复 而是反复无常 那您想呀 这皇上老爷子他能不着急吗 皇上着急能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呀 宰呗 杀人 于是雍正八年的十月初二日 这贾世芳斗大的人头 就在这北京西寺牌楼底线 滚到了陆中央 挺好一道耶 尿息了 按常理说呀 这雍正皇帝啊 现在就应该辩访明 也好好调理身体 好好治病 他不误解 雍正皇帝他有自个的心思 他想啊 这太医院里的太医 个顶个儿的人尖子 针的病也不见好转 这贾世芳呢 虽然是一个妖道 在宫里啊 妖言获重 自己的病呢 他治的也是行好 行不好 但是他觉得呀 这效果呀 还是比那帮太医院的雍医要强的多 于是他又重用了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可不是从外边请来的 在皇家道场大光明殿那儿 那儿的住持是皇上家豢养的一个道士 叫楼晋元 雍正四年的时候 这楼晋元大爷呀 就成了这大光明殿的祝殿法师 据说呀 那也是大道以成的主 康熙八年 十月二十八日 也就是啊 刚把贾世芳宰了不久 这楼晋元呀 就得到了一个天大的赏赐 雍正皇帝呀 赐他大红道义 让他宫中行走 为皇帝诊病 诶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这雍正皇帝的病啊 还真是大有启思 诶 这会儿就有人传说 这贼了道啊 就给皇上老爷子用了丹了 那说了半天 到底什么是丹呢 这道家认为呀 若想修成大罗金仙 那么就需要修炼自己身体当中的内丹 这内丹是什么呀 谁也没见过 不过呢 如果这个人呢 或是这个先天不足 或者是后天修炼不到 这内丹不足呢 就得用外丹补充 至于这外丹呢 就得靠啊 黄金丹沙千拱硫磺等等等等 经过这高温提炼 制成丹药以后啊 再服下去 您听见了吗 就这几样啊 他哪个丹吃下去啊 都好不着 更何况还要掺和一块啊 那雍正皇帝服用完丹药之后 感觉怎么样啊 那当然是管用了 精神大爽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很可能这种丹药啊 它就有刺激中毒神经 让人兴奋的这么一种作用 即便是没有呢 这些贼道士们 也完全可以 往里添加一些 让人兴奋的药物 比如说春药 哎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呀 如果一个男人 认为自己的精力旺盛 那么他就会认为啊 自己的身体是好的 自己的病啊 是有恢复的 殊不知啊 这样啊 更大大的害了自己 于是这雍正皇帝 算是得着便宜了 开始大起丹炉啊 一开始啊 还在紫禁城 但是紫禁城 它明显呀 有不足的地儿 哪儿啊 这地儿太小 又全是木结构建筑 这丹炉之火连年不息 好家伙 这要是连了宗啊 那可了不得 于是这雍正皇帝 就指使这帮道士 选择了更为开阔的 圆明园 弄得这仙境一般的 万元之元 圆明园呢 整日里是乌烟瘴气 毒气环绕 有人说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严重吗 我给您念念啊 雍正八年十一月 十二月间 四次内庭购买 圆明园炼丹原料的账单 您就明白了 十一月十七日 内务府总管海望 太院院室 刘胜芳同传 圆明园清秀村处 桑炭 一千五百斤 白炭四百斤 十二月初七日 内务府总管海望 太院院室 刘胜芳同传 圆明园清秀村处 用西火盆罩 口径一尺八寸 高一尺五寸一件 红炉炭二百斤 十二月十五日 内务府总管海望 太院院室刘胜芳 四执事执事史 李进中同传 圆明园清秀村处 用矿银十两 黑炭一百斤 好煤二百斤 十二月二十日 内务府总管海望 四执事执事时 李进中同传 圆明园清秀村处 化银用白炭一千斤 这二煤一千斤 您瞧瞧为 短短的一个多月呀 这圆明园清秀村 炼丹处啊 就用了这四千四百斤 左右的燃料 能不是乌烟瘴气吗 其实刚才咱们说这四条啊 那也无非就是 雍正皇帝炼丹 所用之物的冰山一角 雍正皇帝在南勋殿 圆明园的头所 四所 六所 街秀山坊 这些个地方啊 都建有丹路 记录这些地方 所用物资的这个账本啊 叫四所等处档 它要有了账本啊 这账啊就好查 哎 在这一时期啊 这炼丹之用 所用煤啊 一共用了一百九十二吨 碳呢四十二吨 除此之外啊 还大量的使用了铁铜 千枝器皿和矿银红铜 黑千硫磺等物 在这会儿啊 负责给雍正皇帝炼丹的 两位道士啊 是张太虚和王定前 他们炼出的丹药啊 丹有一个名字叫做 祭祭丹 这几个字呢 不好念绕舌头 所以说呢 从宫里小太监嘴里 传出来的就是啊 这宫里炼出的一炉一炉 叫做金丹大药 后来啊 干脆有人传闻 说这雍正皇帝啊 从八年开始炼丹 一直吃到死 吃了多少丹药啊 二百斤 好家伙子嘞 不是个好汉子 还真挑不走 当然不是了 这雍正皇帝 这些丹药啊 做出来之后啊 自己试吃 也没少送人 你像什么 他的宠臣 李卫 鄂尔泰 张廷玉 还有那个在河南辛苦劳累的总督田文静 这些个人呢 他通通刺过丹药 他还写信呢 告诉田文静 说你放心吃 大胆吃 这种丹药 真吃了 哎 你用这个参汤服下呀 清神气爽啊 保你这一整天都兢兢兮兮的 也有啊 这拍马屁的 这鄂尔泰就跟这个皇上说呀 这嗯 臣吃了 这管用这个 其实您想想啊 这炼丹药所用的原料千拱留身 这些矿物质啊 都含有剧毒 虽然经过炼制之后啊 可能这些丹药里边含毒微量 但是长期服用啊 对人的大脑 五脏六腑 伤害甚大 所以说这后人呢 说这雍正皇帝这种做法 叫做欲求长生 反制速死 有人说这雍正皇帝的死状啊 是七窍出血 我查了半天呢 也没查到这条的出处 再往深的查呀 就有人说呀 这条出自张廷玉的笔记 叫做自定年谱 可是呀 这书我看了 这里边没有这句话呀 在张廷玉的书里 形容雍正皇帝的死状 确实用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啊 叫做惊骇欲绝 那么什么叫做惊骇欲绝呢 有人说呀 向来老成持重的张廷玉 用惊骇欲绝一词 就已经很能证明 这雍正皇帝的死状 很害人听闻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读书人 老头子 一个侍大夫 他看到这死状啊 或者是瞪着眼 张着嘴 嘴角啊 躺着血 可能对他而言 就叫做惊骇欲绝了 所以这话不能瞎说 我这篇稿子晚写了一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去脑外科大夫那儿 求证过 无论是死于单独 还是中风 都不可能造成七孔出血 因为这单独嘛 重伤的是内脏 肝 脾 肾 如果是脑中风 大脑出血呀 出血过多 也可能是眼睛 耳朵 望外啊 略微的肾一些血 若是一个人呢 蹊跷出血而亡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脑啊 受了外部严重的冲击 也就是说呀 不是磕死的 就是砸死的 那么咱们看呢 这雍正皇帝23号凌晨驾崩 20号的时候啊 就感觉身体不适 这种症状啊 很像是中风的表现 咱们聊天呢 可以往大了说 但是归总的时候啊 还得谨慎一些 您说是不是啊 得嘞 今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